这是60岁的李广最后一次上战场 奉命跟随大将军为清一举击溃匈奴 一辈子没有当过前锋的他 只想最后当一回前锋 让飞将也做一回前锋吧 顶着飞将军的名号却一直在边路打野 一次团都没参加过 李广实在忍不了了 没想到汉武帝还是拒绝 提醒他今年岁数已经不小了该退休了 李将军今年有60岁了吧 回陛下飞将刚刚60 可是飞将那把老皇宫 他票计将军也未必能拉得动啊 同样知道自己已经快步行的李广 很清楚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 他实在不想错过忍不住老泪纵横 眼看堂堂飞将军居然至此 汉武帝心里也多有不忍 这么多年李广立功无数 却都因为时运不计错过封侯 决定最后给一次机会 朕准你到大将军那儿 当个前锋将军 臣必定孝似江场 李广兴奋地去当他的前锋将军却不知道 他前脚刚走 汉武帝后脚就后悔了 此战关乎汉兄生死存亡的大吉 他还是无法将如此重任交给年迈的李广 将本来给魏清委任李广为前锋将军的秘址 改成了不适合做前锋 毫不知情的李广兴奋地将秘址交给魏清 一脸期待地等魏清下令却什么也没等到 可李广到底还是站在了前锋的位置上 一路赶往前线 本以为终于能一展雄风的非将军 没想到大军突然更改行进目标 由原先的定香改为代军 他的前锋一瞬间变成了后卫连盟 来找魏清问个明白 战场上瞬息万变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就算是皇上下旨 大将军也可根据战场情况随机处置 李广只能退下 想问问是谁抢走了自己的前锋将军 听说还没有决定又让这位非将军看到了希望 终于来到了前线 魏清决定奋兵三路寻找匈奴主力 一旦发现在合并一处 被分到右翼的李广看了看自己的前锋位置 终于心满意足 可当他们找到匈奴主力 看着前面严阵以待的三万匈奴精锐 魏清却是一眼发现了不对 既然前方是右翼那一只茶肯定就在附近 魏清只是简单地看了看 便发现不远处的一处林子不对劲 鸟不敢落树 一直在空中盘旋里面肯定有人 看林子的大小便可粗略估计里面 至少还有两三万人 很明显一只茶是想让魏清率领主力攻击前方的右翼 但他锐气耗尽时突然杀出 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既然一只茶放了右翼 魏清决定同样也放一只耳 派一只小谷部队冲阵做出一副主力进攻的药 引诱一只茶主力出来 届时他便可一举兼之 可让一只小谷部队冲进三万人的大阵中 基本是有去无回 魏清只相信一个人可担当前锋 今天这个前锋只有你领将军才能担当 我怕别的将军都担不起这个重担 谢谢大将军 一瞬间 李广点燃了全部希望 好像已经看到了自己封侯败将的那一天 发誓无论多么困难的任务 都一定完成得漂漂亮亮 却丝毫没听出魏清话里的不对劲 魏清越说敌人强越让李广兴奋 敌人要是不强又怎么能证明非将军的实力 直到魏清说为了制造后面的口袋 只能给他三千精兵时 李广终于明白了 这是要让我当幼儿啊 三千对三万人 一旦冲进去不是九死一生 而是根本没有生还的可能 然而李广还是同意了 他知道这已经是自己最后的机会 这一去 回来是肯定回不来了 临行前他只有最后一个心愿 让魏清把自己的配件带回去 我拜见大将军把他带回长安 传给我的孙子历历 此时我魏清一定办到 了却心愿的李广转身便走 没有丝毫有余 却再次被魏清教主 同样拿出了自己的配件 那是当年汉武帝第一次用兵 刺他的配件一直跟随至今 当年汉武帝曾言 他乐见此件饮穴也乐见此件崩裂 就是别让他拳风再看见此件 今天他将这番话同样送给了李广 大将军 当年再见到此件的时候 他必已碎成前段 夕阳下 李广的身影渐行渐远 他终于第一次站在大军的最前方 做了前锋将军 可这也是最后一次